1月8日黄磊老师先生上海洪桥机场遭徒弟张艺兴的粉丝给寒了心 弄得黄磊是哭笑不得啊 据黄磊爆料 我刚到洪桥机场就有一群粉丝上来接机拍照 孩子们冲我喊师傅 我也想应该是艺兴的粉丝 我就问你们都是艺兴的粉丝 怎么来接我呢 几个耿直的姑娘说 看不到艺兴看看你也行啊 看过极限挑战的朋友都知道 黄磊作为长辈一直很照顾新人张艺兴 黄磊多次叫艺兴宝贝 还说艺兴是他们的小宝宝 看样子把艺兴当自己孩子宠着 艺兴也尊敬的称黄磊老师为师傅 看了这条信息的张艺兴肯定会哈哈大笑 粉丝们也太可爱了 丝毫不顾及师傅的感受 作为师傅的黄磊看到土地那么受欢迎 肯定特别开心的 黄磊扎心回应引起网友们纷纷调侃道 反正都是一家人 看不到一心就看师傅一样一样的 狐狸看不到 看看老狐狸也挺好呀